各位早晨 今天我要介紹的書 就是堅持到底 這本書的作者是林慶戰 成功絕對不是偶然 更加不是靠運氣 唯有勇敢面對挫敗 影響命或惡力的環境低頭 一刻都不鬆開 最終都會成功 就以佛羅倫斯為例 她第一位成功誇到 英吉利海客的女性 有一天當她決定了 有次做了一項打破紀錄的奇蹟的時候 那天當她持續有十六個小時之後 她見到前方霧霧霧霧霧 一致都看不清 最後她決定了放棄 當她得知她人 尤其是在一英里的時候 不禁長大憂 一口氣 我會自己沒有再堅持下去 人生在世有得言有失言 有順景亦有刑警 其實在一人一身中 反面遭遇失敗的打擊 一兩次錯誤或者挫敗 其實不少都是 但是往往容易來 少囚意自立 甚至掃失人生有的目標 最終我希望大家看完英國書之後 失敗的時候不要棄了 今天如果沒有英國失敗的考驗 有些分鐘我成功的大碗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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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雲飛 今天呢 我會介紹一本書 這本書叫做《孤子少學成語》 這本書呢 就是用了孤子的版本 再加上詳細的解釋 所以介紹一堆成語 那呢 他呢 他呢 就是一個優惠的成語 以笑話包裝 那呢 令到我呢 就自己記住這些成語 我唯一的良德 一石而鳥 不可多的 而這本書呢 可以再 在我作品的時候呢 就 找了孤子少學成語 然後呢 都不會有用詞不當的事情發生 那呢 我會介紹這本書給我的朋友看 因為這本書呢 可以學到很多成語 還有呢 還可以運用到這些人的意識 在日常上的成語 那呢 我就 所以 為什麼會介紹這本書給同學呢 不正確 所以 我上去拍 謝謝 那些陳淳建 他小時候 小時候 小時候 家境不好 讀了 讀了 中了三十五歲的時候呢 呢 就 幻想了精神分正 然後 他 跟他妹妹呢 就小時候受不了 那她妹妹 夠三十歲 就入了海子山 之後 他 好運 他又遇到他老師 她的老公不斷鼓勵她,叫她不要自殺,之後她做了一個精神病,反過了二十九年,跟她的老公結婚生了兒子,之後她擔心她的兒子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樣,精神病。 最後她跟那些精神病做義工,鼓勵她不敢宵禁,之後她說逃避只會越來越害怕,要直接面對她,反對她。 經看過這本書之後,我覺得她很兼顧不挖,因為她和我病,對過了二十九年,她的老公結婚了很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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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